而花蓮市公所在23号也出动了工程队、清洁队还有农官客 进行了露宿修剪、重点排水沟清淤等作业 市长卫家业提醒民众要保持居家周边排水孔的顺畅 如果发现有露宿倾倒或者是水沟堵塞的情形 赶快通知市公所会派员前往处理 花蓮市公所农官客人员23号一大早就针对花蓮市重点路段进行露宿修剪 要赶在台风到来前提高树木的抗风能力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是我们农官客在我们路边的一个部分 在检枝修树的一个部分 那也在这边提醒我们所有民众 那勤务将您的爱车停在树下 我想整个如果台风进来那封面跟雨量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我们树枝的一个倒塌 而清洁队也马不停蹄的针对市区重点 淤色排水沟进行清淤 队长吴庆展表示 清沟作业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持续不断进行 台风前夕更是针对重点路段展开清沟 其实我们清沟作业是我们清洁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那每当我们在清沟之后 我们最头痛的就是会碰到一些餐饮业 它可能会有排出来一些油或烟 会造成有油带油垢的一个产生 这个是我们处理起来非常困难的 那另外说在上次04 03 04 23的时候 我们也有就是一些青岛的建筑物 它有一些中瓦石块的废弃的那些东西 有些也会流到我们的排水沟里面 那个清理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困难 市长渭佳业也呼吁民众要保持自家周边排水顺畅 以免堵塞淹水 在开密台风来之前 那我们也吩咐我们的清洁队 那工程队农官客进行我们防台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作业 那今天有几处的一个清淤的部分 那总共今天会清理比较低洼 而且益盐水的一个地方总共是三处 那也希望说有民众都可以跟我们讲说 哪一个地方有堵塞都可以打到花莲施工所的一个清洁队 我们会立即派员去做一个清理 那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 台风即将到来切勿外出 那也切勿到山边或是西边 那在这边也请大家做好防台的一个准备 台风步步逼近也提醒所有的将近 一定要提高警觉做好防台准备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